好,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来运行这一段动画 播放这段动画 那是不是可以单独的导致视频文件呢 一样的也可以 在这个序列编辑器里面有一个按钮 将此影片渲染成视频或者图像帧序列 我们可以把它渲染成AVI的文件 AVI的文件,视频文件 当然它是没有压缩的 所以体积会有一点点大 好,然后分辨率你可以选择 1080P或者是4K 然后选择好以后选择输出的目录 选择输出的目录 最后呢,捕获影片就OK了 这地方我们简单的来导出一个 一个低一点的放在桌面上 放在桌面上 然后分辨率稍微低一点 要不然时间会很久 哦,这个目录不行 这种桌面上不行 那我就换到D盘 直接换到D盘 保存一下 好,它呢正在输出 这个分辨率很低 所以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好,导出成功以后 我们看到D盘的有一个视频文件 你可以用来播放 好,非常不清楚 是因为我的分辨率极其的低 你输出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这个比较高的分辨率 比较高的分辨率 耶,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